新竹县人口是快速成长 新丰箱学子的就学需求也增加 松林国小更是总量来管制 县府就提出了要跟润态换地扩效 针对进度 新业园无传递是相当的关注 也提议北考部及五用地 未来两公顷将会移交给公所 也能来规划设计新校 新丰箱发展快速 人口也持续增加 松林国小更是总量管制 因应未来学生人数多 与不压缩学童活动空间下 县府与润态进行换地 现议员无传递针对进度 与其他可行方案提出质询 那这一块用地大概接近两公顷 取得之后 我想扩建案如果把它移到 这一个北考部这一个基地来新建 不管是松林国小的分布 或者另外设立一所小的 规模比较小的学校 我想对未来四年二十年都可以解决 我们新丰地区松林地区 这一代学子就学的问题 不仅让松林国小学子就学没烦恼 无传地更指出在新丰箱北口部 基武用地广达两公顷的土地 未来军方将交给商工所 建议规划为校园用地 解决未来一二十年学区发展的问题 对此县府表示论态持有的太风段 面积有898平就在松林国小的西侧 而县府预计交换的平顶段 在明星科大旁约有843平 对于学生就学更近 至于北考部用地 未来也能与工作研议 设立新校的可能 原来的一个北考部的一个土地 的营区的土地 这个意见也是非常好 但是我想它的距离 跟松林国小是有点距离 如果把它作为未来长城的用地 把那整个地区做驱淡征收 重新在里面画一个国中小的用地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整个新丰箱的 未来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学童成长的需要数量 是可以足够的 无传地也关心普和村移出窗户 被不孝业者堆置化学液体 要求先行移除避免危害土地 以及平顶农村重化区污水池移交等进度 严守环境发展 也为学子教育超前部署